高熙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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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婚上来了 没有儿子 高熙悦 拿命来 救命啊 都是你 不爱的我 不是替你顶的罪 害死的人是你 拿命来 好 卓儿 是奴婢 卓儿 说为什么来抓本宫 阿若为什么来抓本宫 卓儿 咱们都没有看见阿若呀 她是来抓本宫的 你们自然看不见阿若 双喜去找萨满了 据说昨晚易坤公没事 可见萨满管用 你说她为什么不去找贤匪 为什么不去找皇后 偏来找本宫 皇后娘娘是六宫之首 她那儿阳气大 所以鬼怪都不敢去找她 做鬼也欺软怕硬吗 当初也是皇后没救她 她为什么不去找皇后 偏来找本宫 竹儿 您别说了 没事的 我知道了 当初阿若就是怪本宫 让她顶了朱砂的罪 她肯定恨死本宫了 墨歇 你知道萨满要来扶持 咱们镇着她 镇着她 是 奴婢这就去啊 墨歇 别走 别走 昕玄 你去 嗯 是 您别怕 朱儿 听说贤妇宫闹鬼 义宽公有萨满阵阵 反而没事了 贤妇宫也闹上了 吓着谁了 还能有谁 当然是贵妃娘娘 听说贵妃娘娘只喊着 阿若追着她 可这满宫里 没一个瞧见阿若鬼魂的 宫里都在传 这阿若追着贵妃做什么 莫不成 是贵妃害了她 行了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你可都听见了 听见了 贵妃被吓着了 可别喊出什么事来 贵妃真要是喊出什么事来 也是皇后嫌怕 从贵妃的脉象来看 那只是受惊破重 神思混乱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 难道真的是中邪了 也不行 所以我先开计房子吧 安神的 你给贵妃娘娘先扶下 还要你们要记住 贵妃娘娘是赤足照亮 爱业酒还得继续喝 爱业也得继续用 奴婢记下了 好 好 主儿 多吃点 您人都瘦了 别来找我 别来找我 吃点牛肉吧 来 别来找我 主儿 您吃点饭吧 我求求你别来找我 别来找我 吃吧 好肉 主儿 没有好肉呀 快吃啊 快吃啊 主儿 主儿 好肉 主儿 好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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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儿 来 主看起来今天心情不错嘛 萨满也跳过了 鬼火也就没了 鬼火没了 本宫心情就好啊 心情好了 气色就好了 那咱们今天出去走走 贵妃病了 咱们去贤府宫里瞧瞧她 好 宫中以讹传讹 闹得人心惶惶 成何体统 这宫中 这宫人们闲来无事 这宫人们闲来无事 就爱乱教舍根 皇后娘娘不必理会 若皇上回来 听到满宫的怪力乱神之语 岂不要责怪本宫约束不言之罪 对 赵仪太 奴才在 去传本宫的意思 宫中谁再敢提贤夫宫闹鬼之事 一律仗则三十 奴才遵旨 皇后娘娘 既然贵妃病着 不妨咱们去瞧瞧 也不枉姐妹一场 苏练 你去叫上景色 好歹贵妃曾经照顾过她 她应该去看王 是 这都是什么呀 皇后娘 我怕 你不必待在这儿了 怜心 带公主出去 是 公主 我们出去玩 娘娘当心 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竹儿 竹儿 是奴婢 快起来 皇后娘娘来了 奴婢扶您起来吧 娘娘来了 来了 扶您起来 娘娘 好了 你不必起来了 好好躺着 瞧你 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太医过来瞧过没有 已经来过了 莫显 恭请皇后娘娘 家瓶娘娘照一照吧 这是什么呀 竹儿总是看到阿若出现在闲浮宫 让出入的人都照一照 免得不干净的东西 覆在人身上跟进来 嗯 荒唐 鬼还没来 自己倒把自己吓成这个样子 拿下去 不是 你们怎么不相信呢 娘娘 阿若天天都来找臣妾 她有时候 她有时候就站在那个饭桌前的 有时候 有时候就在那神妾的床头 住嘴 噓 你身为贵妃 居然在宫中闹出这么不堪的东西 贤妃也是吓坏了 但只是找来草满法事 过来做做法事就罢了 偏偏只有你这儿弄得无烟瘴气的 可不敢这么说 我 在下说 用阿若又该来了 本宫已经问过了 先复工 除了你之外 压根没有人见过阿若 只有你才胡言乱语 不是的 来啊 军庄 你抓不到 你抓不到吧 不玩了 不玩了 什么老鹰捉小鸡啊 还不如双喜上回玩的那些蛇 给我看呢 双喜 蛇呢 那奴才带你去玩蛇 好 贤娘娘 公主有礼了 新玄 贵妃呢 回贤妃娘娘 我们主正和皇后娘娘 嘉宾娘娘谈话呢 原以为贵妃和本宫得的是一样的病 想来瞧瞧她 这是安华殿大师亲手抄录的佛经 每天读一读心里也安静些 帮我转给贵妃吧 多谢贤妃娘娘 我们主得了这个 或许能安心些 双喜会玩蛇 奴婢回去让三宝查一查 嗯 娘娘 阿易 为什么经常来找臣妾啊 是不是因为 名夫妻高阳妻旺 阿说不敢去找您 只敢来找臣妾 臣妾是替您受过是吧 你胡说些什么 臣妾怎么说胡说呢 娘娘 母娃贤妃的事情 您不都知道吗 龙宫走水 饭菜里做了手脚 这些事 您不都参与了吗 就连贤妃中了披霜 是不是也是您干的 娘娘 娘娘 贵妃 本宫念在你我姐妹情义 你偶尔一两句风言风语 本宫都不会跟你计较 可若是你敢污蔑本宫 本宫绝不会饶了你 娘娘 您不能不管我呀 那些事情明明是我为您做的 贵妃 贵妃 您今儿是病糊涂了还是真疯了 这样胡乱攀扯的话都说得出口吗 您做了六年的贵妃 这高氏满门的生死荣辱 就这样被您一口断送 您不觉得可惜吗 皇后娘娘 贵妃神志不轻 咱们不必与她一般见识 本宫自然不会与她一般见识 你好好清醒清醒吧 娘娘 你别走啊 娘娘 你别走啊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走 你不能不管我呀 娘娘 臣妾都是为了您 臣妾都是为了您啊 娘娘 阿若天天来找我 她是替我顶罪 也是替您顶罪啊 皇后娘娘 你别走啊 皇后娘娘 这才春日礼就已经这么热了 皇上快回来了 皇后娘娘备着接驾 倒是你有空陪本宫走走 奴婢陪您 也是皇后娘娘的意思 家主那一巴掌打得好 贵妃胡言乱语 是该清醒清醒 她想胡乱攀扯谁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 她谁都攀扯不上 我们娘娘是个贤惠人 只能心里甘生气 又不能失了中宫的气度 多亏有您在 我有什么可怕的 打了也便打了 只是咱们还要想个法子 堵住贵妃 那张胡乱咬人的嘴啊 说得是呢 奴婢也正着急 万一贵妃疯起来 连高氏一族也不顾了 让皇上回来听见这话 可怎么是好 那就得想个法子 让她说出来的话没人信 怎会没人相信 她现在已经被吓得 神志不清了 说是能疯了就好了 这样她胡乱攀扯的那些话 就更不会有人相信了 可怎么办得到呢 莫欣姐姐 内务府送来的安息香 回去吧 主睡了吗 还没有 安息香送来了 我去给她点上 让她睡得好些 嗯 娘娘呢 在佛堂呢 娘娘 皇上一定会来的 皇后娘娘 皇上回宫了 正往长春宫来 您快接驾吧 真的 可不是吗 皇上哪儿都没去 直奔咱们这儿来了 快走 皇上万安 你再等着呀 臣妾有几句话想跟您说 李玉 告诉皇后一声 朕晚上再陪她用晚膳 叫她死鸽不用候着了 再把似侯贵妃的双喜 给朕带来 喳 双喜 皇上要传你 我 我 我怎么了 皇上传奴才做什么呀 来人 给我带走 奴 奴才什么事都没 没有 皇上抓奴才干什么呀 奴才什么事都没抓呀 皇上 用力打 皇上 双喜已经昭了 冷宫毒蛇的事是她做的 也是贵妃收买马汉子 在贤妃饭菜里做的手脚 皮双的事 她们图口没有 这个还没有 玉虎 你去慎兴司 亲自盯着双喜 务必问个清清楚楚 不能有一丝一楼 是 竹儿 是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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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双喜被禁宝公公带走了 一直都没有回来 奴婢让人去问 只说双喜偷了东西 双喜被带走了 双喜知道咱们的事情不少呢 再不行 让高大人想想法子 务必得把双喜救出来 他们凭什么带走双喜 皇上还没回来吗 皇上已经回来了 正在长春宫 那本宫就去修皇上 让他放了双喜 竹儿 外头天黑了 那二肉又要来了 那本宫先不去了 明天再去吧 贵妃朕的病得这般重 心病 总不比身上的病 总是难好一些 臣不信鬼神之说 多半是有人心虚 自己吓自己 臣只想知道 同样是闹鬼 为何贤妃几日就没事了 贵妃却缠绵病塌 臣妻也不知 去探望贵妃 见她神志恍惚 臣妾也无从安慰起 臣妾还请宽心 贵妃会好起来的 臣妾也会再去探她 皇上若是进来 政务繁忙 就不必亲自去贤府宫了 以免皇上过了病期 等贵妃好一些 臣妾会告诉皇上的 下个月啊 各部就会来吵了 侯宫的事情多 你就不必去看贵妃了 让她自己好好养病 是 到时候 御氏一族也会来吵 贾嫔为朕生下 登记后的第一子 功勋显著 朕打算进她为妃位 趁着母族来赫时 进封为家妃 皇上是给足了体面 贵妃娘娘 您怎么过来了 快去通传 本宫要见皇上 贵妃娘娘 您若是为了双喜的事过来 那请您先回去吧 双喜的事 怕是您求也不中用啊 双喜到底偷了什么要紧的东西 连本宫的话都不中用了吗 回娘娘话 双喜顺走了一块先帝 用过的玉佩 昨儿尽宝绑了她过来 还没怎么打呢 她就什么都找了 什么玉佩 怎么本宫不知道 贵妃娘娘病着 自然什么都不用知道 免得伤身哪 皇上还说了 一切与您不相干 您且回去歇着吧 那双喜着了 都招了些什么 做了什么 就招了什么呗 主儿 贵妃娘娘 主儿 还不把贵妃娘娘扶起来 主儿 皇上 皇上 秦妃冲未 beard 您 image 帝妃 loses 广告 但是我们才津 贵妃娘娘育体不安 往后 谁敢纵着贵妃娘娘出贤福宫 皇上饶不了你们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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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贵妃突然昏厥 您不去看看她吗 朕不想见她 是青露莲子羹啊 莲子轻火 皇上现在的心情 喝点莲子最合适了 该吐的 双喜也都吐了 这是供词 你看看 锦阳宫闹蛇之事 双喜全然不知 而冷宫闹蛇之事 他却认得是自己做的 皇上您不觉得奇怪吗 他犯了这么多的错 为何就这一件不认 也许是因为双喜 替高氏做了太多的措施 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了 而若生死 高氏就畏惧治病 这般的心虚 除了他还有谁啊 臣妾倒觉得 高氏做事虽狠 但他并无周全地置谋 皇上 高氏依依靠的是皇后 高氏依靠的是皇后 如意 皇后是朕多年的结发棋子 朕不相信 也不敢相信她与这些事情有关 坐吧 而且现在所有事情都还没有指向皇后 若是朕贸然地查皇后 只会弄得人心不安 后宫不宁 那皇上想如何责罚贵妃 朕原本以为 高氏只是爱任性 爱撒娇 没想到背后 却做出这样的事情 叫朕好生失望 朕会将他囚禁在贤府宫 自生自灭 但高氏的阿玛高宾 并无大错 而且又是朕在朝堂之上的 可用之人 朕不能因为高氏的过失 而迁怒他的阿玛 所以对着外头 朕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惩罚 他还是朕唯一的贵妃 皇上这样责罚高氏 难凭臣戒谋怨之恨 卢夷啊 高氏并魔缠身 生不如死 朕往后 不会再让太医抑制他了 好 对了 于平就要出月子了 明日朕叫人 把勇气交由你抚养 臣妾多谢皇上 我来 主辛苦了这么久 终于让贵妃自作自受了 是你们办得好 奴婢们有什么 阿若死又不甘 咱们不过是顺势而为 用了点领粉而已 贵妃若不是害了梅瓶和怡瓶的龙胎 逼着阿若顶罪 又怎么会自己心虚 姜语斌再用苦爱换了她的爱业 她却连连产生幻象 吓得疯疯傻傻的 真是罪有应得 贵妃虽说是罪有应得 可本宫总有不甘 害本宫的人 又不止贵妃一个 逐步急 皇上眼下不想动皇后娘娘 但总有彻底真相大白的一日 先睡吧 请 金氏范炳柔佳 姓程谦慎 姓程谦慎 姓程皇太后慈喻 册封为嘉妃 册封为嘉妃 臣妾谢皇上 谢皇太后隆恩 万岁万岁万万岁 姓 册封为嘉妃 册封为嘉妃 吉封为嘉妃 册封为嘉妃 在温少 册封为嘉妃 心疯了家妃 搞不高兴啊 有皇上宠着臣妾 臣妾最是高兴了 朕的嫔妃里啊 就你最知情失去 朕不念着你 念着谁呢 臣妾就想这样 还着你 绕着你 缠着你 掩着你 都生了皇子了 还如此这般俏皮啊 朕不认识 朕慢点 您刚刚跟皇后娘娘 为何宫知识祝导也累了 咱们回去歇歇吧 本宫不累 咱去昆宁宫找一趟林云彻吧 好 微臣请贤妃娘娘安 您侍卫请留步 娘娘 您有何吩咐啊 你托本宫的事已经办妥了 虽然魏燕婉还是在花房当差 但她只需要往各宫送送花 不用再辛苦地试弄培纸了 多谢娘娘恩典 看你笑成这样 为燕婉回心转意 这么高兴啊 这燕婉当时离弃之事 也是身不由己 我不想怪她 让她难过 你既然这么喜欢她 再过几年 本宫就去求皇上 给你们俩指婚 夫妻一心同心向上 必能挣个好前瞻 多谢娘娘恩典 这是江宇宾新调制的玉露膏 但斑去闻 你试试 姐姐 不管用的 上好的药都擦了许多 斑闻是淡了点 但药完全消除 怕是千难万难 若是皇上见了 定会害怕吧 所以你要试试 江宇宾新调的玉露膏吗 你生产之后一直没有事情 怕是也快了 家妃也生了孩子 怎么她的身形 却宛如少女一般呢 是啊 就每个女人生完 真的都不一样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生 如果能生的话 也不知道生完会是什么样子 姐姐 你肯定能生 生完了之后 一定比现在更像少女 借你吉言 那我就多生几个 主 徐公公来了 贤妃娘娘万安 余品娘娘万安 徐公公 你可是来寻贤妃姐姐的 皇上念着余品娘娘出月已久 今儿特意翻了娘娘的牌子 还望娘娘预备着 前往养心殿侍寝 来 来啦 怎么 许久不见 生疏了 臣妾 修剑天眼 怎么了 臣妾身上 身上 身上怎么了 臣妾尚未恢复 惊着皇上了 臣妾惭愧 不妨 等你押好身子再说吧 臣妾啊 臣妾啊 你为了生永齐 吃苦了 只要皇寺一切平安 臣妾就安心了 只是今夜 臣妾不宜侍寝寝 还请皇上 早些安置 早些安置 你可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我还要是否 还要是婚子 在家里又是婚子 她是太老子 咱们还有永齐呢 她养得这么好 姐姐你放心 我没事的 如今只要姐姐和永齐安好 别的我都不在乎 你能这么想便好 咱们三个在一块 往后的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你说呢 是 帮我一起挑一些吧 你看 这个 这个很雅致 这个额娘会喜欢 捂着点永齐 别让她沾雨 是 奴婢们都小心着 快到场战宫了 你回去吧 偏人看情不好 我还是把你送到地儿吧 再说 我这是护送的皇后娘娘的花 你光顾着我和花了 自己见面淋湿了都不值得 我还是 初龙 那是淋湿位吧 嗯 她身边那位是 应该是魏燕婉吧 似乎是 贤妃娘娘 没事了 跟我去请安吧 昏宁宫侍卫陵 请贤妃娘娘安 花房宫女魏燕晚 请贤妃娘娘安 愿娘娘常宁安靠 起来吧 抬起头来 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 贤妃娘娘夸赞 卢婢不敢领受 主 这燕婉姑娘的美与之间 有那么一些些像你呢 卢婢卑卑不敢与贤妃娘娘相较 起来吧 起来吧 谢谢贤妃娘娘 你手上拿的这个花 是洛阳的名种瑶皇 要送去哪儿 奴婢奉命去长春宫 只是 奴婢从未去过 皇后娘娘宫里 怕错了规矩 皇后娘娘正位中宫 用瑶皇妆点 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正好我带勇气 要去长春宫请安 你随我一起吧 谢谢贤妃娘娘 你回去吧 这雨下这么大 我在这儿等你吧 也好送你回去吧 这贵妃的病情好转型了 贤妃娘娘来了 你去瞧过她了吗 臣妾最近也没到处供去看她 这不是五阿哥吗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五阿哥请皇后娘娘安 请嫁娘娘安 快抱过来 给本宫瞧瞧 这勇气长得白胖可爱 看来贤妃是养得极好的 这五阿哥 虽说不是贤妃亲生的 可贤妃却心疼得紧呢 我们是贤妃的 这一位西贤妃 最后一位奖尽 好要保持贤妃 我们是贤妃的 大夫得紧了 我跟你说 下面有什么衣服 有什么衣服 让她能留着 可以吗 我可能是不方便 我会特别的 只是太医说她生产的时候伤了身子 要调养一阵子 要我说呀 这也怪于凭自己 预洗的时候管不住自个儿的嘴 自己的身量虽然没有发胖 腹中的胎儿却过大 所以在生产的时候才会难产 身子受损 也可怜了那几个太医 被连累 赶出宫去 其实关人家什么事啊 这事儿说来也是怪 于凭她原本不是贪嘴的人 江太医给她开的安胎药 虽说有开胃的效用 但也都是母子俱医的良药 谁知道了后来 于凭的精气都去了孩子那儿 使得于凭的身子过弱 孩子却过大 这女子有孕 本来就是一个人一个样 生孩子更是鬼门关上走了一圈 哪有万全的呀 生孩子是闲事 但是嘉妃说的那几位太医 虽然说是给海岚催产 但就连齐太医都说 他们用得要过甚 害得胎儿几产 海岚血崩 差点要了命 这不皇上才给他们赶出宫吗 几个太医不当用 被赶出宫也没什么事 万幸的是 于凭母子平安 这便是福气 当下最重要的是好好调养身子 日后还是可以为皇上 再待遇皇嗣的 是 你是送花来的 是 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奴婢也是头回来长春宫送花 知道皇后娘娘喜欢牡丹 这是花房新培育的名种牡丹摇黄 所以给皇后娘娘送来了 皇后娘娘喜欢牡丹 跟我来吧 皇后娘娘花房命人送来一盆牡丹花 放下吧 这瑶黄素有绝品万花王之城 北帝天寒 能在这个时节下 种出摇黄也算是难得了 是 贤妃这衣服上绣的蛋黄花朵 看着倒像是这摇黄牡丹哪 贤妃这几日都没出一坑宫吗 说是吓坏了 不敢出门 最近一直用艾草禁浴 又喝着艾叶酒 本宫觉得身子并没那么寒了 奴婢给您做好艾叶枕了 您喝了艾叶酒正好安眠 主 然后你喝了几日都没感觉 你们想要的 你喝了 你喝了 小鸭啤 你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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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了 你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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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下毛笔出湖州 又是贡品 怎么还挑那么久啊 永皇勤于学业 臣妾总想挑一些 更好的虎笔给他 原本想着 你回来啊 永皇应该跟着你 但一则是怕淳妃痴心 你身边少了亲近的人 二则永皇大了 也是该成婚开府了 也没必要挪回你宫里去 皇上已经在考虑 永皇的婚事了 朕正想听听你的意见 中宫嫡子未出 皇上要是给永皇这个长子 配了高门大户的女儿 想必有心的人必会绅士 皇上应该不会忘了 当年就是有人 忌惮永皇是长子 想让他受了这么多委屈吧 你的思虑也是朕的思虑 朕想着夫妻和睦就好了 也不在乎门第高低 皇上有合议的人选吗 纯妃呢 向朕举荐了她的远亲 依拉李氏 朕觉得亲上加亲也是很好的 那也好 好 那就这么定了 皇上心疼永皇 如意啊 最近在宫中 有没有听到什么流言 没有啊 什么流言 没听到就好 有些胡言乱语 不必入耳 朕午后就要出宫去山西 朕不再宫你的这段日子 一切当心 臣妾会的 皇上放心 怎么人人都躲着咱们呢 不都是因为阿若那件事吗 现在宫里风言风语的 难不成 阿若还真变成了鬼不成 阿若死得蹊跷 今儿又是阿若的五七 民间都传五七还魂 说鬼魂要回来的 索西你别胡说 是 回宫吧 回宫 回宫 阿若 快去 这万一 你干什么 老巫 陈妮 你哭了 碰被 你再回宫了 kl por 墨 都是鬼火 受了惊吓 如今请了萨满法师 正在跳大神呢 真有鬼火吗 听说这易坤公 人人都看见了呢 昨儿是阿若的武器 不会 不会是他来寻仇吧 胡说什么呀 上次阿若的官尊 有意象就够邪门的了 现在闹什么鬼火 可人人都看见了 总不会有假吧 对了 淳妃姐姐 听说皇上把依拉李氏 许配给了大阿哥 这可真是亲上加亲的喜事啊 同喜 想来以后四阿哥长大了 也会有门好亲事的 四阿哥才多大呀 这杯喜酒还早着呢 姐姐这就跟我讨来喝了 贵妃娘娘 贵妃娘娘 贵妃娘 恭喜四阿哥 本宫有些乏了 先回宫了 主 祝你 主 您没事吧 你说阿若 是不是真的变成了厉鬼 易坤公的人是这么说的 主 其他医送来了爱业酒 让你每日服用可以暖身 还有一些上好的碍叶 可以禁狱 也可以做一些安神的枕头 这些都是屈寒暖身的 快给主倒杯碍叶酒 让主尝尝 奴婢让兴玄备下水 让你好好禁狱 奴婢也给您做个碍叶枕 让您睡得安稳些 主儿 这衣裳是内务府 昨日送过来的 我看这颜色别致 别穿上了 并没留意 是否是摇晃牡丹的图案 想来贤妃也是无心的 人人都知道 这摇晃牡丹是万花之王 只有中宫的皇后娘娘 才配用 既然是无心的 那贤妃就以皇后娘娘 告罪一声吧 这衣服回去脱下 捡了不再穿就是 想必皇后娘娘 也不会怪罪于你的 皇后娘娘自然不会在意的 因为花中之王后宫之主 本在人心 皇后娘娘 臣妾回到宫中 会将衣服脱下 送到皇后娘娘宫中 但凭皇后娘娘处置 一件衣服而已 罢了 你归安吧 谢皇后娘娘 那臣妾告退了 来人 把那盘花端下去 本宫不想看见 这种宣兵夺主的东西 就不应该养在皇后娘娘宫里 这个贤妃 何时忘记过自己被封为敌妇禁之事 什么动静 你眼睛瞎了吗 当你总理不长眼睛 可不饶命啊 是奴婢不当心 忍不得了娘娘 奴婢再也不敢了 哪儿来的蠢丫头 笨手笨脚的 连拍画都办不完 大妃娘娘别生气 赵仪太把这个丫头拉出去 重重地长嘴 娘娘饶命啊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饶命 皇后娘娘 奴婢同一会儿跟贤妃娘娘过来 不懂规矩 无意麻烦皇后娘娘啊 慢着 你说你跟谁过来的 是 是贤妃娘娘 贤妃 贤妃娘娘性子温柔随和 怕奴婢 怕奴婢犯了规矩 就带着奴婢过来了 贤妃对你倒是挺好的 贤妃娘娘 向来 安德会下 奴婢们 都很是感激 小嘴巴巴的倒是很会夸人 看着就是个顽略的贱婢 犯了错就更不该宽纵 何该被婚婚打死 奴婢知错了 奴婢知错了 娘娘饶命啊 这宫里没有犯了点错 对平白打死人的规矩 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 奴婢叫魏燕婢 家里做什么的 阿嬷亲太 曾任内管理 当阿嬷犯了事 已经不在了 燕婢 要里要气的名字 既然你那么喜欢贤妃 这位就叫婴儿吧 婴花的婴 你给她改了名字 难道还想做她的主子不成 是 这丫头不懂规矩 满口胡说 臣妾定会好好调教她 不叫皇后娘娘生气 也好 那就把她交给你了 是 奴婢心恩 起来跟我走吧 是 待会儿把这剥好的莲子和核桃 熬成羹汤送去养心殿 皇上喜欢喝 您要得到皇上的欢心荣业 皇上得到您的心呢 可不知道该怎么着了呢 我的心从没变过 属于世子 朱儿 见了家妃娘娘还不跪下 奴婢婴儿 请家妃娘娘来 你倒是乖觉 知道本宫为什么叫你婴儿吗 奴婢愚媚 奴婢不知 你呀 去送花不是错 送盆摇晃也不是错 最错的是你在皇后娘娘生气的时候 竟然去说贤妃的好 你说你是不是讨人业啊 贤妃从前的名字叫青婴 那你就叫婴儿 是不是很合适啊 奴婢该死 奴婢该死 死倒不用了 若你啃割了你这根乱说话的舌头 或许皇后娘娘开恩 还准你再回到花坊去 恰不娘娘恕罪 知道你舍不得 本宫也舍不得 你要是不会说话 本宫还怎么得气呢 婴儿 以后你便是启祥宫的人了 给我好好地伺候主 要是敢有一点不周到的地方 看我怎么收拾你 今儿这香点得好 是苏和香吧 是 主回宫前半个时辰便点上了 这香闻着倒是好 就是放得远了点 婴儿 去把那边那个小香炉 捧到本宫身前来 是 谁叫你放下的 跪下 捧高点 捧高点 本宫也乏了去眠一眠 记着 以后婴儿就这么伺候着 你的 你个贱婢 谁让你倒置的 谁让你放下的 快点 你还敢哭 赶紧给我觉醒 还哭 一个宫女 您不必这么琢磨她 倒让人觉得 您事事都听皇后娘娘的 又沉不住性子 也要尖嘴吏 沉不住性子 又依附皇后 宫里的人不是向来 都这么看我的吗 若是连你也这样看 那倒也是好事 皇后娘娘膝下无子 贵妃又病了 咱们不必 事事都看他们的脸色 皇后再没嫡子也是皇后 只要皇上看中 便也是分依靠 那丫头被皇后迁怒 皇后不好发作 借我的手罢了 我多折磨她一分 皇后便以为我 多厌恶贤费一分 便也多依附皇后一分罢了 贵妃病了 阿若死了 皇后对您还是很信任的 做小福弟这么多年 他自然信我要比旁人多些 姐姐妹妹地称呼着 笑脸相迎 心里头有多污秽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左右在这个宫里 除了你我谁都不信 谁都不靠 主说得是 咱们熬了这么些年 如今大哥没了亲娘 没了有家世的岳家 二阿哥福宝走了 三阿哥呢 又不着皇上喜欢 这怎么轮也可轮到 咱们四阿哥了 而且 皇上还一直那么宠爱您 也不枉咱们费了 这么多年的心思 可若不是要嫁来这大清 我便一定会嫁于世子 主心里总是念着世子 虽说世子没有皇上 那样清俊的面容 可他笑起来那样温柔 那年入王府 拜见王爷王妃 第一次见到世子时 我便被他的笑容打动了 我从没看过那么好看的笑容 就连父亲都暗示我 世子对我有好感 主出身高贵 又与世子两个人心意相托 那时候主真若嫁给世子 确实是让人憧憬的良缘 可没过多久 我便接到要嫁于大清 成为王府格格的旨意 更没想到那旨意世子也同意 我风铃扬跑到他的面前 我很想问问他为什么 难道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吗 可当我见到世子时 我便什么也说不出口了 世子一定跟主一样难过 他说我的美丽 他终究没办法留在他身边 所以如果我能够在这里绽放 也许也是他的荣光 我不想看到他胆固 我想看到他小 就像我第一次看到他是那样 我把他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 带到了这里 这是临行时世子送我的平安手船 每天我看到这个手船 就好像是他陪我在这遥远的神宫一样 主的心智奴婢都明白 奴婢会尽力辅佐主 下去吧 太后 您让哪清大人调查的那儿不知死 已经有消息了 的确是高兵大人派人暗害 高兵这是作死啊 太后 可要告诉皇上和贤妃 皇帝也未必真想知道 不然会继续派人查 至于贤妃嘛 若是知道杀父之仇必定会闹起来 那皇帝要得前朝安宁 他也难了 那就是先不说了 哀家知道了 往后总有用处 永章也开始去上书房了 我一个人在宫里头 心里老是空洛洛的 幸好有妹妹陪我说说话 姐姐甭跟我客气 反正我一个人也闷得慌 得空了 乘来坐坐 她怎么在这里啊 怎么姐姐认识婴儿 婴儿 她不是叫燕婉吗 从前在我宫里伺候过永皇 从前她是叫燕婉 我先绕口改成婴儿了 她从前是花房的宫女 得罪了皇后娘娘 来我这儿受调教的 那我就要提醒妹妹了 这个丫头很不安分 要是皇上来了 可千万别让她在前头 怎么了 姐姐 你以为她是怎么离了 中翠宫去的花房的 勾引皇上被我发掘了 多亏姐姐告知 妹妹自毁留意 那我就先走了 姐姐慢走 真说 朱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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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以后 启祥宫上下谁都可以调教婴儿 只是不许伤了脸 不许给她好衣服穿 不许好吃好喝 更不许皇上见了她 听懂了吗 是 是 快洗 姐姐们 别着急 若实在来不及 我把衣裳送到换衣局去洗 一来一去要费多少功夫啊 再说 这些粗箭功夫有你就得了 快点洗 知道了 快点洗 快点洗 快点 快点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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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本宫的祖美吗 美 你啊 就只配伺候本宫的脚 举着蜡烛 今晚守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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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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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什么哭 咱们车车委屈了你 起来擦地去 我 什么事啊 这么晚了还来找我啊 我已经找了夜晚好久了 怎么也找不着 你得空也帮我留意一下吧 我也是病急乱投医啊 实在没办法 这事干嘛不去求求贤妃娘娘 这种事 我开不了口啊 行 那我帮你留意着 可这么大的紫禁城 想要找个宫女 那也实在是大海劳真了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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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新来的侍卫 我想去坤丁宫 但是迷了路 请问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什么宫 就敢拦着问路啊 姐姐 那 那请问你们什么宫的 咱们可是启祥宫 那坤丁宫怎么走啊 前面拐弯直走就是了 一个糊涂鬼还在宫里当差 走啊 婴儿 发什么疼啊 快走啊 快走啊 今天你当职啊 今天你当职啊 是 我来替署净神 姑娘请留步 能否听我说几句啊 你说启祥宫叫他什么 林侍卫说叫婴儿 婴儿 她什么时候去的启祥宫 就是那日她抱着牡丹去长春宫 听说是失手砸了花盆 皇后娘娘一怒之下 就把她打发到了启祥宫 让家妃调教 改了名字还爱欺负她 倒像是冲着我来的 是 婴儿的婴正是主的闺名 婴子 启祥宫爱折磨燕婉 必不会让她 受太重的伤或是死了 你且让林云车先等一等 等咱们找到机会 就把她从启祥宫救出来 主儿 端午节快到了 虎主做了好多老虎药包和五毒香囊 还给我阿哥避邪呢 端午节到的时候 就给勇气戴上 让海岚也瞧瞧 是 端午节 端午节 各宫以兰草汤沐浴 这五毒香囊里 装有熊黄艾叶和各色香药 可以驱崇辟邪 你们配在身上 也算是本宫的一点心意 多谢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五毒饼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拿上来 大家一起尝个新鲜 是 张仪泰 你拿一份五毒饼送去养心殿 皇上再处理广东蒸凉鸡壁 就不会来这儿了 折 婴儿 公秦竹用五毒饼 这是什么规矩 咱们却不知道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 奴才嘛 生来就是伺候人的 贤妃 你说是不是 嘉妃娘娘 宫女们 都是八旗出身 皇上一向宽厚待下 若是被她知道了 可不好 婴儿 你跟大家说说 到底是本宫逼你的 还是你自愿的呀 婴儿是奴婢 生来就是伺候主子的 你这张樱桃口 打起话来倒是挺利落的 我记得这丫头是花房里的 名字叫魏燕婉 怎么到了妹妹这儿 连名字都改了 我不过是 喜欢她樱桃红一样的纯色 才随便起的名字叫婴儿罢了 可不是因为姐姐曾经的闺名 叫做青婴儿 既然这丫头的名字 跟我有几分缘分 不如跟妹妹求个人情 让她跟了我去可好 那可不行 且不说妹妹 暂时离不开这个丫头 便是给了姐姐 若是皇上去了益坤宫 看花了眼 拉错了人 那可如何是好啊 行了 不过是个宫女罢了 贤妃若是喜欢 本宫上内务府 再挑个好的给你 何必夺碍于嘉妃呢 是 刚才看着嘉妃 你真是欺负燕婉 心里还挺不好受啊 姐姐 我劝你一句 别想着去救魏燕婉 一来你看 方才你一开口 家妃愈加不肯放牛 倒不如等她腻了 便撒手了 二来 我亲眼见过她勾搭皇上 实在不算是一个安分的人 她勾搭皇上 嗯 怪不得她要断了回 林云彻的亲人竹马之情 后来去了花皇才回庆主意的 我只知道她攀附龙安 却不知道连青梅竹马 都可以背弃 姐姐 这样薄情寡义的人 咱们别打理她吧 小心你去告诉林云彻 让她心心心心心自己吧 是 这老啥为人呢 太后 太后 太后大喜 淳主平安生下了六阿哥 皇上赐名永荣 也难怪皇上高兴 淳妃多子 福泽深厚 多子多福 不 当年把淳妃刺入前底 就是看她的身段好生养 还是先帝和皇额娘 慧眼诗人 皇后啊 你也去中翠宫看看吧 好好嘉许淳妃 是 皇后 皇后娘娘万安 传妃呢 定就是书 皇后娘娘arily 从 dire di 陪着我们主呢 本宫去瞧瞧 不必同传了 喳 您看他的眉眼长得多像您啊 是啊 眉眼像朕 不过这面旁生得像你 好啊 一看这端正方圆的 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好好养着 朕会常来看的 臣妾谢过皇上 臣妾一定会为皇上 养好永章和永荣的 好 皇上您看他笑了 娘娘 都已经到了中翠宫 怎么不进去看看淳妃母子 本宫看着皇上陪淳妃的样子 就好像回到本宫生影帘的时候 他们才是真正的一架子天伦之乐 本宫走进去 只会觉得突兀 话不是这么说 淳妃就是有再多的阿哥 那也是数字 您有什么可羡慕的 娘娘 您的做胎药 苦得很 娘娘味增药效 按着药方添加了足足一倍的药量 味道是苦些 这是长白山最好的人生 夫人特意寻来的 上回送来的鹅椒和鹿蓉 都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皇上常来 可本宫就是没有动静 本宫也是担心 自己年过三十不易有孕 所以才加大了药量 还是淳妃有福气 一下子就又有了阿哥 娘娘别急 这些年咱们这么补着 一定会有动静的 可是都这么久了 怎么能不急呢 永皇已成婚 这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生下皇长孙 可本宫的蹄子还没出生 额娘每次进宫都催 本宫也是心急如焚啊 长子年长 幸好不得宠 娶得福尽 也是小门小户的 永皇曾养在贤妃膝下 被她怂恿争宠 才有了夺嫡之心 永皇的生母难产而亡 当年倒是没有什么流言 可这些年 渐渐却有了一些揣测 以为是本宫容不下她 这话要是传到永皇耳朵里 她会不会信以为真 永皇要是成了太子 本宫怎么能安心 就是因为大阿哥长大了 还有那野心之人 借着哲妃之宫做文章 想要争太子之位 奴婢真是替您不平 明明没影的事 怎么都赖上咱呢 哲妃圣女难产 亦是两命 还让人移了 是本宫做的 我便知道 容易 要不信 要不信 咱们 还不信 我已是 有一天 你何で 这药量足足加了一倍啊 是皇后娘娘吩咐的 娘娘 您只是太心急了 齐太医 您本宫的身体到底如何呀 娘您奉体本无大碍 微臣给您开了坐胎催运的药 那都是最适合您体制的 您可不能加倍服用 您是否 私下又服用了大量温热的补品呀 娘娘是心急了一些 大量地服用了阿娇 人参和陆蓉 这都是大补的好东西呀 那会使得其反的 娘娘您一心求子 微臣给您开了坐胎催运的补药 那都是最适合娘娘体制的 您若是任性进步 会导致气血上扬 体热流血 要是伤了元气吐血 那就再难不咎了 齐太医 您说句实话 本宫已经年过三十 到底还能不能有孩子了 娘娘 年龄不是最主要的 这一点您大可放宽心 您就记住一点 有私才是最上身的 只要您放宽心调养 那怎么能没有神韵呢 一定会有的 那本宫就托付给太医您了 是 你们先都退下吧 是 齐太医 近来贵妃如何呀 皇上不让太医去医治 但是微臣值得贵妃的兵性 熬了这两年了 怕是熬不过今年冬天了 女人 我 来 沐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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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碎雪大天寒 是难熬了些 奴婢再给您 逛个汤婆子捂着 星玄 去把那个汤婆子拿来 是 阿尚还没来看我吗 皇上正务繁忙 得空会来瞧您的 皇上 你把我给忘了 不会的 主 这药已经热了好几回了 您趁热喝吧 身子痒好了 您才能好好伺候皇上啊 我活不了了 我现在跟个活死人 有什么区别 竹儿 您别这样 奴婢陪着您 没事的 皇上 高宾夫妇又送了东西 给贵妃娘娘 还问起贵妃娘娘身体 奴婢回了 说贵妃娘娘末病数年 皇上一直堪顾 好 下去吧 是 来 兄弟 你这都高升了 还来冷宫看我 真够义气啊 行了啊 兄弟一场少跟我喝去 来 来 喝点 怎么了 臭眉苦脸的 还不是因为厌版吗 看这里起阳宫之后 连个面也见不着 上个月偶尔见一次 我刚问了一句 她就哭了 说她在那吃不饱穿不暖 每天又是被打又是被骂的 说谁弄她欺负她 看着我心里边真是 你看着心里心疼了是吧 那你怎么不去求对人贤妃娘娘 好歹她在冷宫的时候 咱们还帮衬过她 你别提贤妃娘娘了 这贤妃娘娘为了帮燕婉 还被家妃娘娘排选了一场 这无端瘦路 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呢 你瞧瞧 就连贤妃娘娘都没办法 那你能怎么着啊 兄弟啊 我劝你啊 就断了这心思吧 反正 这燕婉对你也起过二心 实在帮不了就算了 我也想过了 既然现在燕婉是回心转意了 我还是跟以前一样 好好待她 启强公呢 确实也受了苦了 那怎么办呢 甭再说 你就忍着点 我再想想办法呗 整成这样 行吧 那兄弟我就祝你心愿得偿 不过你自己得小心啊 别老吃亏在女人手里 我哪有吃亏在女人手里了 真是 来来来喝酒 来 干 这贤妇宫真是晦气 有几个小宫女都得了戒床 还有那个兴玄 都为这病死了 兴玄可是贵妃的陪家 对呀 还不是死了都没人理 草戏一国都送出去了 得了戒床的 用过的东西 都是不干净的 把那些宫女住过的屋子 都锁起来 里面的物件 谁也不许动 都挪完了吗 东西都挪出去了 赶紧的 锁我们走人 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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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人